熬夜怎么样可以快速恢复 想听这话 没有办法 所谓的一些办法 都是表面的粉饰太平 比如说面部咸的 比较的沧桑 有皱纹 皮肤不好 缝面膜 化妆品呢 你越沾脸皮越薄 越来腐蚀越多 那表面的健康 跟内心里边 油然而生的出来的东西 是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叫素颜美女呢 你表面装出来的 是给别人看的 你说我需要装 那是临时的个别情况 为了粉饰太平 为了给大家印象好 这是好的一方面 为了自我满足 让人家看我 觉得我很漂亮 那是你内心的希望 当你身体真的好的时候 它一定是自内而外 皮肤啊 精气神啊 各方面都是如此 现在人生活规律 很不健康 饮食作息 包括妄想 妄念 都是不正常的 都是过由不及的 而往往更多的是过 因为欲望 膨胀 那时代繁华 繁荣 好像什么都有 我什么都想要 跟别人比 那注定你就是那个结果 所以 话说回来最简单的就是 你什么时间 适合在什么地点 做什么事 你该吃饭吃饭 该睡觉睡觉嘛 该吃 当计当令的食物 就吃 你非要反季节 那是药啊 是毒药啊 除非你身体有毒 那叫以毒共毒 你说夜猫子 那猫不是晚上出来 那是猫 不是人 你说鸟 早起起来 那人也不是鸟 哼 好像你怎么说这个道理 但是 人 根据 自然的这个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你到晚上 太阳落山 就该睡觉了 那能量就不充足了 有些动物 它是为了 生存 不得不晚上出来 老天爷给它 一些特殊的技能 人家小偷 为什么晚上出来 那不得已 你看猫就是贼贼的 老鼠就是贼贼的 它就是个贼相 你跟它比 所以只有晚上睡觉 那个效率是最高的 你白天再补 补不够 有些人好像以为 好像我晚上睡得很晚 早起也是那个点钟起来 你跟早睡早起的比一比 你曾经也有过早睡早起 你说工作我不得已 那没办法 为了家 为了什么 那你是大爱 你 为了自己的欲望 你跟谁说呢 人家不笑话吗 你说大环境都这样 人家人们都这样 你也没办法 有的时候是 好像连一点娱乐都没有 那你如果在小的圈子里 大家一起早睡早起 有这么一圈朋友 那无比的幸运 在这个时代 那叫羊亢 如果你早早的起来 又很晚的睡 那提前透支 你根本就不知道 年轻 好像不以为 因为你身体里边 提前掉出来 很多东西 能量 到老了才知道 到病了才知道 那都是这个样子 那都是这个样子